看一下我刚刚有提过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刚刚下载的档案 因为刚刚同学有开启 如果你把这个学生成绩 这个.csv 如果你把它打开的话 那你会发现 如果在Excel里面 它会呈现乱码状态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是什么呢 UTL8 那如果你假设你要 把它变成没有乱码的话 然后Excel开起来是正常 很简单 如果说你要把它变正常 其实像以前常遇到乱码 然后你可以用一个简单方法 按右键的时候 我建议你可以开启档案 用记事本就可以了 其实记事本在那个时候 解决乱码非常好用 按右键开启之后 在记事本里面 它不论是Big 5 或Unicorn 或UTL8 它都会自动辨识 所以反而记事本虽然 很简单 但是它这部分算还蛮OK的 那我们只要怎么样 档案里面把它另存新档 一样编码方式把它改成Ansi Ansi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Big 5 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CP950 如果你把它存档之后的话 按4之后 你再把它关闭 开启它之后你会发现 刚刚的乱码问题 就不存在了 就正常了 OK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看Google里面 它的编码是UTL8 所以你一开起来 Excel里面它预设 就是用Big 5去对应 就对应不到 这是乱码 OK 那如果说我们这已经改了 特别注意 如果你现在改 你去执行刚刚的那个程式的话 那会有个问题 因为我们后面是encoding 有没有 等UTL8 那可是问题 我已经把它改Ansi了 所以如果把它执行的话 应该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编码方式 UTL8就出错了 因为它又对应不到 正确的编码方式 所以这个地方怎么办 如果你刚刚那个地方 有改成Ansi的话 你这个后面就不用再加了 也就是有用微软的方式 去产生的那个档案的话 就不用加 除了微软 非微软的体系 你可以把它微软体系 非微软体系 这样的话执行 应该就OK了 就OK 所以以后的话 大概会这样 你就看一下 如果是微软做出来的东西 后面不用加 其他的就要加 大概是这样子 OK 那第二个部分 就是我们刚刚有加了 就是最高分这个 是谁 最高分 然后是谁 最高分 国文 英文 数学 但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不希望说这么麻烦 我还要再 再多一个A 然后又多一个 那个到底是谁 的一个 两个变数 每一个 一个成绩 又一个变数 相当麻烦 所以如果我今天 不希望加这个 而且逻辑判断 我也不想加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去应用什么 应用这个 Python里面内建的一个方圈 这个方圈叫max 跟index 那如果说我要知道 B里面的最高分是谁的话 很简单 就是什么 max 刮胡 记得哦 是小刮胡 里面你就把B丢给他就好了 他就会知道说最高分是谁 B里面最高分 那A子类推 C里面最高分的话 一样嘛 就是max C OK 那当然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你是用 最高分是比较简单 但是问题是 最高分的那个人是谁的话 B内 我们刚刚有个B内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想要知道是谁的话 不过这边可能A还是要留下 这个A A一定要 也就是说A的哪一个人哦 OK 所以呢 A的哪一个人 A的那一个人的这个串列 那哪一个我不知道 所以特别注意哦 你这边要加一个用index去帮他找 index 小刮胡 找什么呢 index是他找哪一个资料的索引值 特别注意哦 所以你要跟他讲说 帮我去找一下 那个最高分的那一个 所以去找什么 找B B里面最高分的那一个 所以你就跟他讲说 帮我找一下 B里面最高分的那个索引值 所以把那个maxB放进来 他帮你找一下 帮我找一下B里面的那个max 找一下max 这个时候的话他会回传说 到底哦 那个索引值是哪一个 然后呢就丢到index 一样把那个人的资料给带过来 看一下 max index帮我找一下哦 看一下应该是B里面的 OK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不用再去判断说到底哪一个 max 应该是 跟这一样应该是这样子 max B哪一个 index帮我去找一下 index 那前面可能要多加一个 就是哪一个B里面的index 应该是写成这样才对啦 B里面帮我找最高分的那个是谁 这样才对 OK 然后再来的话 这边也是一样 如果我要把这个C name改的话 好那我一样哦 先一个A 中瓜胡 然后帮我去C 点index 找一下什么呢 找一下那个最高分 C里面最高分那个是谁 把这个复制过来 他帮我找一下 C里面最高分那个人的 索引值的位置在哪里 OK 然后再来就是第一次类推 所以这边一样 那我们就把上面这个 直接把它复制下来好了 然后这样子 先把它改成D 最高分的那个 D里面最高分的位置在哪里 告诉我一下 然后把这个index 水影词 再丢到A里面去 如果这个做完之后 其实刚刚的逻辑判断 这些可以删掉了 这些也可以删掉了 也就是说不需要再去做逻辑判断 不用再判断了 这个也可以拿掉了 OK 然后 上面的这个也可以拿掉了 这个这两个 OK 那当然可以节省蛮多的 上面东西都不用逻辑判断 最后让一下看一下我OK 来把它执行一下 各位看一下 执行 OK 结果出来 是不是刘小华 没错 最高分80 85 70 75 OK 我看一下 应该 应该没有错 都是刘小华 对 这三个成绩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max 这个比较简单 但是抓到A那个人 关键可能比较麻烦在这里 就是用B.index去找一下 找什么呢 找最高分的那个人的位置在哪里 放到这边 他就帮你查 同样A那个人的名字帮我带回来 OK 所以请各位 如果你会用这一招的话 逻辑判断就不用下了 相对的如果 比起来一定会比较精简 可是就是这个地方 可能会比较容易出错 好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如果两个都最 同时两个最高分 做其实要怎么办 那就是在比啊 就是在比较 所以其实当然 他这个max 他帮你抓到最高分是没错 但问题是 他只会抓其中一个 如果两个同分的话 那就会是他的方权会有问题 所以理论上当然一般 我们在处理这种东西 通常会丢到database里面去 会比较容易写写 因为之后可能会比较复杂的问题发生 可能有同分的怎么办 就是此类的 不过这个当然还有延伸性的写法 可能细节部分 我们之后如果遇到的话 我们再来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程式永远没有写完一天 如果遇到那种像同分怎么办 还有其实这个data里面还有个问题 就是说他还有同名的 还有重复资料的 有没有 像重复资料如果串列他不会辨识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字典 dictionary的话 字典因为他变成两个list 他有个key 一个value 那key的概念里面就是说你不能会key不能有什么的 它是unique它是唯一的 所以如果有同样data的话 他会把同样的data 同样的那个资料他会把它去掉 OK所以如果这个地方用之后我们会有延伸用字典再来做一遍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假设假设如果把姓名当成key 三个成绩当value的话 你会发现那个里面好像有重复什么丁小语的 他第二笔资料就会被删掉了 就不会重复出现 但是串列没办法 串列如果重复资料 反正你放什么他就是什么 OK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字典的话特别是这边串列是中刮虎嘛 那字典的话就大刮虎 OK大刮虎 所以那个符号可能要注意一下 反正熟悉之后大体上是这样的 它的那个一些比较特殊的资料形态 另外的话那个在python里面还有一个蛮特殊的就是set set也是大刮虎 那set的好处就是说也不会有重复的资料 所以只要大刮虎里面都不会有重复资料 如果说你不希望有重复资料的话 其实你可以记得用set 然后等于大刮虎 然后把data资料放进去 它就会只留下不重复的资料 就像我们有一个练习题吧 就是请各位回去也可以试试看 就是模拟那个大乐透开讲 大乐透不是1到49号 那我们可以用random 点random range 1到50 然后呢它的规则是 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有7个号码 但问题是random跑一个回圈嘛 跑7次嘛 产生7个 但是会有个问题 不能有重复的号码 如果有重复号码怎么办呢 就重新再跑一遍 那你要怎么写 当然方法很多啦 如果比较笨的写法就是 跑7个嘛 然后再互相比对 有没有重复 有重复 那就是再跑一次 直到没有重复为止 可不可以啊 比较聪明 稍微聪明一点的办法就是 你可以直接把跑完的结果 直接丢到set里面 它就会留下什么 不重复的值 那如果那个set里面的长度 不足7个 那你就让它变 就是一定要7个 那再输出 set过保证 不会有重复的资料 好 所以回去的话 有时间也可以想想看 模拟 大乐透 开讲程式 OK 如果你可以写得出来 那表示你应该是真的学会的 所以有些东西尽量还是活学活用 我尽量就是用比较活的 因为很多东西我基本上都不是用背的啦 因为像这种东西要把它全部背起来 真的太辛苦了 而且写程式 如果你真的把它背起来的话 也太累了 所以你容易 如果假设你会觉得很容易 写程式 上完课之后 会觉得很容易疲倦的话 那表示你都在背 但如果你不会觉得很累 而且反而玩起来很快 那表示你就是没在 你真的理解了 真的懂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还是请各位回去 再多试试看 有些东西 该记的还是要记啦 那怎么会可以比较容易记起来 就是常用 常打 常思考 然后尽量多用吧 看工作里面有没有什么 跟这个有关的 也许你就可以把它run一下 然后 如果可以run出你要的结果的话 那表示你慢慢越来越进入状况 那我们后面的题目 会越来越复杂 而且会越来越 我是学习蛮实用的 有些东西是 我尽量用我 可能工作上遇到的问题 然后把它加进来 那不完完全全 就是像那个考试一样 考试 就是都考一些比较 自私的 而且有些考试 还要标准答案 我觉得我没办法接受 程式是标准答案 而且学生 即便写的跟我不一样 我会觉得很支持 哪怕是你写的比我精简 你可以告诉我 或者说我不知道 你让我知道 那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OK 所以这种东西没有 那个完美 只有接近完美 但是你程式里面就是不能有bug 那怎么样才是最完美的 其实我发现还是真的要自己动作写出来 是你的东西就是你的 那种是最好的写法 OK 那你不要一直追求说硬砖 你的导件一定要怎么写 要写的 程式要写得非常漂亮 我早觉得那是其次 或者是效率要非常高 现在电脑这么快了 你那么 你写那么 差那个千万分之一秒 那没有意义吧 所以程式呢 基本上 能够让得顺 你看得顺眼 OK 这样子其实就 我想大概就足够了 那请各位呢 试着把刚刚这一题 基本上 可能比较会有问题 就是index A中瓜胡 去找B点index 它最高的那个分数 的位置在哪里 就是刚刚这个叙述 OK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请各位待会呢 再到云端 云端上面找一下那个办理档 办理档里面 有一个压缩档 就是全省邮局地址 点VIP 那请各位按右键 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之后呢 帮我解压缩一下 把它按右键解压缩出来 那里面的话呢 就会有那个 二十五个全省 按右键解压缩 致辞就好 因为解压缩 到那个目录里面 它好像会多一层目录 所以请你按右键 解压缩致辞 OK 那里面的话 会有二十五个 这个就是全省邮局资料 那里面的话 我们是希望就是说 有没有办法帮我把这二十五个 这个邮局的档案 二十五个档案 可以帮我合并成一个档案 一个档案 OK 然后呢 帮我把它删 就是把合并的那个留下来 把二十五个删掉 那删掉之后呢 再写另外一个 一个module 一支程式就是 再帮我把它分割回去 再把原来的那个合并的删掉 所以会有两支程式 一个是合并 一个是分割 OK 有合有分嘛 就大概这样 把它合并 然后另外一个是分割 大概就这样 逻辑非常简单 应该有找到吧 就是在那个 记得是 我是放在 我们的云端上面 的那个云端 云端板外面 范例档 记得是范例档 里面的全省邮局地址 给VIP 然后不要下载 那个压缩档 因为如果你如果假设 不是压缩档 你下载 它好像里面都是DOCX 它下载变成是Wall档 好 好 但我好 好